盼盼也不知道在何家怎么过的 吃个饭都小心翼翼 生怕多吃了两口要遭打一样 说完后 刘月突然停顿下来 你说 盼盼在何家不会遭打了吧 不至于吧 虽然何家不喜欢女孩子 但是也不至于打孩子吧 我看未必 一个小孩子 正是灿烂的时候 怎么会像盼盼这样干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 这碗你洗吧 我去给孩子洗澡 中子他媳妇啊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呀 中子欺负你了 妈不是阿忠 那是怎么了 他指着地上那一堆东西 妈你去看看那些东西 那是有钱何家给胖胖带回来的东西 都是他穿的衣服 你看看有一件好的吗 这这怎么都是破衣服 我也不知道是何家没把好的衣服给拿过来 还是孩子就穿这些衣服 都是破的都不能穿的 这何家什么家庭啊 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对呀 他们的闺女咱们家养的白白胖胖的 从小到大没受过一点罪 咱们就算饿着 也没亏待了孩子 可他们倒好 这么对我的孩子 要知道他们之前还不知道 孩子不是他们的 虎毒还不食子呢 这何家是什么东西 他都怀疑何家这些年发家 全是靠磕磕孩子来的 而他并不知道 何家对胖胖在衣服上还是次要的 当他给胖胖脱了衣服准备洗澡的时候 看着孩子身上到处清清紫紫 他才知道 何家人的心有多狠 睡吧 睡吧 一声声温柔的声音 让胖胖缓慢地进入梦乡 妈妈 一道声音响起 孩子凭着本能地拉住他 妈妈 不要不要我 妈妈 我会乖的 我会听话 刘悦心疼地连忙拍着孩子 不会 妈妈不会不要你的 胖胖快睡吧 怎么样了 总算是睡了 很害怕 很慌 看来在何家 他一直没受过好待见 陈中没说话 他看孩子的穿着 还有那么瘦的个子 也知道 在何家日子过得不好 别不开心了 孩子现在已经回来了 不管怎么说 以后他都不会再受苦了 你说 咱们当年要是多留个心眼 家里人都看着 是不是胖胖 就不会让人给换错了 过去的久别想来 这种事情 不是你和我的错 是别人的错 咱们不能把这些过错 责怪到自己身上 这是不公平的 如今胖胖已经回来了 咱们好好对他就是了 把过去几年的遗憾 都弥补回来 你知道我给胖胖洗澡的时候 发现什么吗 发现什么 胖胖身上好多瘀青 还有疤痕 那么黑 我都看见了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陈中心底里倒吸 一口冷气 他当然知道 说明何家的人 对那么小的孩子打骂过 而且不止一次 这何家是什么东西 我的孩子也这么大 是人吗 他还那么小 之前还是不知道调换错的 用得着对个孩子这么心狠吗 陈中不敢因媳妇的话 他现在在愤怒当中 如果自己回应了 就是在火上浇油 别生气 现在生气对你不好 何家犯的错 咱们没必要弃自己 他们现在正是需要 别人关心的时候 我们先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孩子身上 别让他感觉到害怕才对 刘悦也知道这个 气过之后 也知道 现在是不可能冲去何家拼命的 他们只有把所有的爱 给到盼盼 让他恢复自信 做一个正常的孩子 四日早晨盼盼醒来的时候 看着四周陌生的环境 坐着发呆了好一会 盼盼 你醒了 盼盼回头看去 见识梦里那个 对自己很好的妈妈 妈妈 来妈妈这 早饭做好了 你饿了吧 肚子还适时地 咕咕叫了两声 盼盼 你这小肚子都 咕咕叫起来了 盼盼有些害羞 低着头 用手捂住肚子 别害怕 在妈妈面前 肚子叫了就叫了 以后在家里 你做什么都没事的 我们都不会说你 你做什么都是对的 你们几个要上学的 还不快点 都什么时候了 再不出门 等会要迟到了 妈 没事 今天不着急 盼盼 吃芋头 三哥哥给你包好的 盼盼看了眼三哥哥手里的芋头 又看了眼妈妈 你三哥哥给你的 吃吧 谢谢三哥哥 嗯 不客气 盼盼 今天比昨天漂亮了 一大早 妈妈就给他 这个当大哥的说了 说盼盼在何家 曾经受过不少苦头 所以他作为哥哥的 要带着几个弟弟 好好对妹妹 哥哥好看 你也好看 笑起来的时候更好看 老大说完 催促着小的三哥 赶紧收拾着书包 该上学了 吃到了可不好 爸爸呢 你爸爸他们去田里了 要换了平时 刘悦也早就去田里了 但是这两天 是盼盼刚回家 刘悦想留在家里 多陪陪孩子 杨阳 你看着点妹妹 妈妈去割点猪草 好 妈妈去割猪草 很快回来 你要是吃饱了 就跟着哥哥玩 村子里哪里都可以跑 要是想妈妈了 让你哥哥带你找妈妈 嗯 好 你这个是怎么来的 盼盼突然一顿 他下意识地 用手捂住红斑 显然是害怕 你别怕 我就是随便问问的 你要不想说 就不说了 盼盼能感觉到 五哥哥的询问 是没有恶意的 他咽了咽口水 才小声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 他们说 这是天爷爷惩罚的 什么是天爷爷 就是上面的 会打雷的 会下雨的天爷爷 哥哥 我是不是很丑 杨阳一愣 所有人都说我丑 说我这个东西是坏东西 他说着 用手去掰眼角位置的皮肤 试图想将它们都擦干净 我想把它们弄掉 弄掉 盼盼擦的动作很重 吓了杨阳一跳 盼盼 别这样 别这样 不丑 不丑 杨阳握住他的手 满脸的认真 真的不丑 你别担心 妈妈说了 这是红牡丹 别人的脸上都没长红牡丹呢 你脸上长了 正明天爷爷喜欢你的 他们说 你的长得丑 那是因为妒忌你 才这么说的 你看你多漂亮啊 眼睛大大的 这鼻子也好好 这脸又白 大戴士杨阳一番胡编乱造 真让盼盼性了 他也很快地恢复了情绪 我带你去玩吧 现在天亮 外头有很多好玩的 就咱们门口的小河 有很多天罗呢 我带你去捡罗 好呀